茶经记载 茶者南方之家墓也 悠悠数千年 茶起源自上古时期神农时 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史 传承中华茶文化 历经七十余载沧桑 大义集团 着然成长为中国茶产业领军企业 位居现代普尔茶工艺开拓者 创新者 中国持名商标大义 业界公认普尔茶第一品牌 大义茶制作记忆 入选国家级非移名录 大义产品 多次荣获国际 国家级大奖 远销港澳台 日本 韩国 东南亚 欧洲 美洲市场 1938年 正是烽火连天的岁月 怀抱十业报国理想 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的范和军先生 和毕业于精华大学的张石成先生 远赴云南蒙海考察建厂 1940年 蒙海茶厂建厂投产 揭开了中国普尔茶历史新篇章 毕露蓝驴 蒙海茶厂成长为普尔茶产业梦工厂 现代普尔茶人工后发酵技术 诞生在这里 云南七字病茶发扬光大在这里 蒙海茶厂成为普尔茶人心中的圣地 蒙海茶厂七区的云南省蒙海县 海拔适中 气候温和 湿润多物 东无严寒 夏无酷暑 十分适宜茶树生长 这里是云南大业种茶主产区之一 也是公认最适合普尔茶发酵生产的地方 大一集团旗下的巴达布朗山两个万亩茶圆基地 通过最严格的有机认证 确保最优质的原料保障 工匠精神 在这里不是口号 而是习惯 从原料到生产销售 每一个环节坚持质量标准 至今考验零容忍 建立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 最大程度保障消费者权益 上世纪七十年代 普尔茶人工握堆发酵技术 在蒙海茶厂试制成功 大一集团精益求精 慎重追缘 不断提升和改进 制茶技术 2013年 投资上亿元 启动微生物研发中心 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2016年 在微生物制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普尔茶灌世固态发酵技术 研制成功 荣获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这次普尔茶产业技术革命 可实现普尔茶全程可控 密闭清洁化发酵生产 营造更加稳定的微生态环境 使普尔茶内含微生物的比例 更科学 种群更和谐 2014年 大义在首尔 设立全球首家大义茶亭 致力于改变传统的茶销售模式 茶亭是现代化 时尚版茶馆 契合消费者 对消费品位 越来越高的期望和要求 融合创新的消费业态和文化业态 受到年轻消费者青睐 在韩国经验基础上 改进提升的大义茶亭模式 成功复制到了上海 广州 台湾 马来西亚等地 未来将拓展至全球 引领现代普尔茶消费时尚 我们的愿景就是让更多的人 或者全世界的人去能够享受到 这个高质量的这种普尔茶 茶在文化 文化润茶 大义集团 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 2010年大义茶道院成立 碳球茶道美学 茶道哲学 茶道心理学 大义茶道培训 茶道讲座 茶道交流 茶道表演 体系完备 广受好评 2016年 大义文学院成立 以优厚待遇 签约国内多名著名作家 设立文学大奖 出版大义文学书系 为极具才华的创作者 搭建优质平台 影响深远 2016年 大义集团出资支持 成立大义智库 汇集包括国务院参事 中国社科院 北京大学 南开大学等机构的专家教授 以及海外专家正要在内的 国内外顶级研究人员 致力于产业发展和相关政策研究 为政府和企业合理配置资源 规避投资风险 推动财富增长 提供致力支持 2016年12月 在云南西收版纳主办 首届中国东盟企业家论坛 吸引了包括中国和东盟企业 专家学着政府官员在内的近1200名嘉宾参会 为中国东盟企业家 搭建起深入交流合作的民间平台 云南大义爱心基金会 于2007年12月12日成立 以弘扬西茶爱人的茶道精神为宗旨 扶贫帮困 助学育才 奉献爱心 关爱社会 构建有影响力的校园工艺品牌 2013年12月 大义爱心基金会 被云南省民政厅评为5A级基金会 成立至今 大义集团与大义爱心基金会 出自数千万元 开展各项公益活动 茶叶刚才我也讲了 它是全产业链的这么一个产业 它设计的人口是很多的 所以把这个行业做起来 会带动相当大的人 走向脱贫致富 所以应该说 茶叶确确实是一个 精准扶贫的好项目 大义牺牲 大乡无形 能治原者 必以上善弱水 拓展视野和胸怀 必以厚德载物 锤炼品格和气质 不忘初心 砥砺奋进 开放包容 勇于创新 大义集团 以矫健的姿态 拥抱 崭新的 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